政府航空的顧客在二月大起大路 最近一個夢遊在社群媒體 大文表示說 他是政府航空執行長 在建華的大學的同學說 他有說說是政府的國標 可以解答 不過這個執行長是好人 如果冠軍去帝國 政府航空執行長 特建華和共產黨立國會 當在前往北京市民申告 那就是一篇一篇民主 政府航空主航空發問 一名榜有點名 特建華是在台下黨下 經過他的介紹有內部消息 才沒有放錯掉的 又說政府在社會分 有重要的主信 可以讓主航空的朋友放心 害了我本人的一個信用 台東做體股 政府說 沒有來算交易 沒有希望有民主受害 一切又減掉處理 那政府航空十四開半 以三十二戶七戶開出 北京上官來到 三十三戶五戶五戶 分析市政府 航空獨立國 已經經過過年 打過經濟團統 如有社會 最近應該都會 典現整理態勢 政府從今年九月 中市貴 今年一月高價 也十九戶左右 到二月中 突然大企 騎上四十二戶 之後又拔到回去 三月車 政府航空當事長 中國會也要特別發聲 自己沒有賣高票 開公司 但是有料要查過 現在又出現妄誘 自己說是 有來算消息 先有內部 經濟後 決定提高處理 也好有導致人 不肯聽信團言 記者總和無讀 記者 請問 請問 請問